花蓮两大金针山的花海持续绽放当中 为了打造专车服务 让游客进行享受大自然的美景 预期地区农会从8月底开始举办一日清旅行的活动 了解赤柯山的故事和店家特色 还有各种的体验行程可以选择 而总干事蔡宗翰表示说 这样子的花矿会持续到中秋还有双十国庆假期 也欢迎全国游客到花蓮玉里赤柯山来赏金针花海 金针花海就像是黄色的大地毯相当吸睛 这里是花蓮玉里赤柯山 原本都只有一片绿色的草地 现在花朵已经布满整个山头 预期地区农会也为了要让更多游客轻松到柯山 办理了一日游的轻旅行活动 了解柯山的故事与店家特色 还有多种的体验行程选择 最近这两个礼拜明显感觉得到 有人潮有回来 那也很谢谢大家 山上真的很漂亮 那现在去看的话会让你觉得蛮惊艳的 它交通也修好了 因为气候关系花蓮两大金针山花海持续绽放 总干事说这样的花矿一定会持续到中秋双十国庆假期 也欢迎全国游客来到花莲玉里吃客山赏金针花海 目前为止就是今年的花现在是开的最茂盛的时候 几乎全部开 而且我们判断它的部分目前应该可以持续到 十月的那个国庆的那个廉价 另外总干事也提醒建议最佳观赏时段是早上前去 天气比较晴朗 中午过后山上天气变化大比较容易起雾 驾驶行经山路也务必要满行 记者高双双张明泰玉里正采访报道